李宗大學的留守的示威者 今早開始在七銜道和警方發生激烈衝突 可以說是一場相當 戰火很厲害的攻防戰 警察曾經一度出道水泡車 很多次就向李大聚集 示威者發射水泡 還有出動那些稱之為陰波車 發一個陰波弓 裝甲車發出來 現場的記者感覺到有點不適 應該的判斷就是陰波車的功率未放到最大 最大的情況是怎樣 暫時來說就沒有任何資料 這一邊放催淚彈水泡那邊就用氣球彈來還擊 有一個傳媒聯絡隊的隊員 都是警察來的當然 小腿大概下午兩點鐘左右 小腿就中箭 他的位置就是七藍道和我士顛道交界 近着這個 九龍玫瑰堂的位置 距離理工大學大約30米 小腿被射中了 圖片所見有一支相當長的箭 射到小腿那裏 後來救護人員 跟他剪斷了那個褲 然後就剪斷了 這個箭 後半小的一段 這個傳媒聯絡隊的警員 送了去醫院 可能要做手術 把箭拿出箭 大家知道中大理大都看到有弓箭手 打算射箭 警方也是在前幾天都一直都是強烈譴責 用這個可以致命的武器 這個武器當然是可以致命的 如果真的射中心臟是會死的 但是反過來 催淚彈、開棉彈、橡膠子彈如果射中 一樣是可能會死的 那個15歲的小朋友 被射中那個頭 現在的情況都是相當危險 即是開了腦把這些乳血射出來 有些醫生說看那個圖片其實都 極度危險極度危殆 真是能夠救回的機會都不太大 我希望能夠大譜纜過 如果說致命武器 不要只一面倒去譴責這些示威者拿箭的就是致命武器 警察每一件在手上的東西 包括催淚彈在外來 都是致命武器 打中了固然就可能 那個傷害非常重 不中 那些催淚彈是會有疑惡嬰在裡面 無論是示威者 無論是附近的居民 無論是這個生物 普通的生物 動物、鳥、貓、狗 又或者是警察自己本身 都會受到嚴重的傷害 你不要以為警察是可以行免 說致命武器 警察手中的致命武器 一定是要比 這個一般的示威者的致命武器 致命很多 李大七岩道附近就有個軍營 大家知道有個軍營 媒體就拍到解放軍在裡面 都有戒備 而且也有解放軍 把刀 把槍上了刺刀 在裡面戒備 拿了盾牌 戴著頭盔 那個裝備 盾牌、頭盔等等 很明顯是防暴裝備 那個槍上了刺刀 應該就在香港的警察 看我的理解或者我的觀察 從來沒見過類似的武器 這個就是 解放軍的 我記得在 我以前在大陸採訪 重要的政府部門 都有解放軍在這個門口 駐守都是裝刺刀的 這個是不是他們的標準裝備 現在看來就在這個軍營裏面 駐守的解放軍 仍然是一個閘內 裝上刺刀、拿著盾牌 嚴密地戒備 但是看來他也是想防衛這個軍營 多個攻出來 暫時看到因為怕附近的亂局 會不會有人 會攻擊這個軍營 即使不攻擊這個軍營 那些汽油彈會不會有機會 我想都很難 因為 這個催淚彈的攻勢那麼厲害 一旦如果真的有其他東西 扔進去會怎樣呢 我相信現在 在這個七藍道裏面的解放軍 這樣也是 戒備的狀態 防止那些人 攻進去裏面 那這個 這個局會繼續怎樣發展呢 有機會 跟大家詳細說 不過 昨天這個浸大 這個聯福道 解放軍出來 掃地清理這個 這個 奴障磚頭 我昨天有說過 究竟他根據什麼出來 是不是特區政府邀請他 今天 應該昨天晚上 特區政府 有個回應 這個回應就說 這個 百名解放軍在 九龍桶的軍營 走出來清理 浸大對開的 奴障 並不是特區政府邀請他出來 而是解放軍 自發出來 OK 自發出來 我待會再說 自發這件事 有軍官表明是自發 參與特區政府也說他們 自發參與 然而目的是 止暴滯亂 目的是止暴滯亂 昨天那個情況如果大家看電視也看到了他們都相當有紀律 軍人 在這個浸大對開聯合度聯福道 兩點鐘左右有市民開始清理 磚、路障、四點鐘左右有將近100名解放軍駐港部隊 突然間就分批列陣 然後在附近軍營那裡步行去聯福道 有人領著交筒、掃把 清理磚頭和路障 然後一桶桶磚再倒去附近 停在那裡的環保斗那裡 沒有穿軍服的但是那些沒有穿軍服也好 你看到那些T恤 是草綠色的T恤 其實也是軍服的一部份 不過不是正式的軍服 除了這些草綠色的T恤外 有一部份人穿了橙色和藍色的背心 印了簡體字 特戰八年 另外一個叫做雪風特戰營 OK 一路清潔的時候一路有 其他人在拍攝 然後也有 指揮官在現場看著 有趣的地方就是 指揮官還叫記者加入清理 那些記者就 問他 阿水呀哪位呀 我是解放軍 是自發參與的 就叫記者放下他的器材 不如一起清理 就說 為何你會在這裏 目的是安全長和止暴制亂 我們的目標是將道路暢通 我們的目標是香港安全穩定 我們要發揮正能量 香港市民的掌聲就是最好的形象 我們是自發的 希望你放下你的相機 和老百姓一起做一些有意義的工作 大概40分鐘 就清理完食 列隊集合 然後擔起掃把 然後就操回去軍營 是 軍人 是守著指揮官的紀律 要求 去做這些事情 完結之後再回去 其實 是全部都是 一場大show 一場show 我經常都這樣說 沒有理解放軍出來 清了那些路障 香港不夠人做 有食環 有警察後來消防員也加入 這一筆是挺好笑的 有些消防員覺得 深受侮辱 應不應該做這些數街的工作呢 這個就是後話 有那麼多不同的政府部門 包括民安隊等等 都可以做這件事 為何勞煩你解放軍大爺會出來呢 這個是一個show 是一個很象徵意義的show 那麼就剛才他們回應記者的提問 用了這四個字 止暴制亂 目的是止暴制亂 大家知道 這個是止暴制亂就是中國官方的口徑 他的止暴制亂可以是 撿尊可以是掃街可以清理牢獎 他的止暴制亂也可以 因為 北京中央政府他爺 是要求特區政府都是止暴制亂 支持警察止暴制亂 支持警察的止暴制亂 就可以放出雷彈像 膠子彈 布袋彈 海綿彈 是吧 昨天就前天凌晨有個記者 有個商頭的記者 只是影著 這個警察 怎樣去違規地去 襲擊另一個記者 他被警察一喝喝 跟他理論了很久 然後那個記者離開的時候 大概30米左右 就被警察在背後 射了一個海綿彈 中了他的背包 那個 在背包裏面的一些器材 是打到 爛了 如果沒有背包 就射到他的背部 可能他真的受到重傷 OK 別人在離開 跟你說兩句 不要拍別人繼續拍 他就射他 這個就見到香港警察的紀律就是如此 港府的發言人 特區政府發言人怎麼說呢 他說九龍塘軍營外駐軍協助 清理路障純屬 駐軍自發性質 並非特區政府請求協助 這個簡防軍駐港部隊發言人也是這樣說的 他說只有市民在聯福道清理路障 駐軍官兵加入配合清理道路 問題就來了 我昨天說得很清楚 啊 去年山竹 解放軍突然間 在這個郊野公園 鑽樹 也是清理那些 倒下的樹 當時也有很多的討論 包括這個法律教人士 究竟 解放軍可不可以自發 做一些社會公益的東西 聯合 配合一些香港的中資機構一起做 大家有討論這個問題 當時是 說有沒有違反基本法有沒有違反駐軍法 第十四條 但那個結論也都很清楚 他說是協助救災 以及制止動亂 協助救災制止動亂 如果山竹 他出來 他出來清理 這個交易公園的嵐下來的樹 其實都是協助救災的工作 根據駐軍法的程序 就是特區政府提出要求 中央軍委批准 然後下一個命令給駐港解放軍 才走出來軍營 協助救災 你清理 山竹 跌下來的樹都是協助救災的一種 形式 但是你說我自發出來的 配合中資機構這個公益活動 對不起 沒有這回事 沒有這回事 在法律上是不容許這樣做的 這是非常清楚的 好今次 他走出來 做這個清理路障清理專業的工作 解放軍的軍官指揮官說得很清楚 是止暴制亂 這種用是用文的方式來止暴制亂 你要清理路障讓車走 我經常說 何須勞煩你呢 上次山竹都問這個問題 何須勞煩解放軍叔叔叔 香港沒有人嗎 香港沒有這個技術嗎 有 為什麼要你這樣做呢 如果用文的方法去清理路障 是止暴制亂這種方式 如果一旦需要理會的時候 會不會用沒有的方法來止暴制亂 你無論是打前鋒也好打後衛也好 你會不會 覺得 這個特區政府的警察 不夠強硬或者技術武力不夠 協助他止暴制亂 你要做這件事 行 你跟回規矩來做 就是特區政府提出要求 然後 這個 中央軍委批准 簽紙 習主席要簽紙 習主席中央軍委 要簽紙 然後 派他們出來接暴制亂 如果經過這個程序 那就合乎規格 又或者調轉 又或者中央人民政府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 可以派軍隊 但現在全部沒有 沒有這樣做到 有些 有些網友大陸來的 不好意思大陸來的網友寫簡體字一看就看到 就算你把簡體字轉到凡體字都好 一看就看到 你們的法律常識或法律意識是很差的 算我坦白批評 是極差的 你根本沒有法治的觀念 你的法治觀念就是 什麼不行 你犯法為什麼不能拘捕 但是我們在香港社會文明社會 你那個相對地不是很文明的社會 法治的觀念不是說你犯了法我拘捕你 犯了法要有程序有證據才能拘捕你 我們還有一個 叫做拘捕 有一個執務權 有律師的代表 然後上庭在法庭 由律政司提出檢控 上法庭提出證據 如果刑事的案件就是 任何的疑點利益 丁點的疑點利益都歸於被告 於是 你們看得港產片多 明明什麼叫做疑點利益歸被告 其實就是說 當你一件刑事案件很嚴謹去審訊的時候 發現控方提出證據 只要有稍為有懷疑 或者控方的證人 是有不可信的地方 那個案子也是打掉的 可能這真的是殺人兇手 真的是殺人兇手 真是強姦反也不受 但是 普通法的精神就是疑點利益歸被告 如果沒有百分之一百 整件案是沒有疑點利益的百分之一百的 然後才告得他有 這就是普通法的精神 普通法的精神是什麼呢 是寧中無枉的 不能無中無枉的 世界沒有寧中無枉的 中國大陸就不是 就是寧枉無中 冤枉你沒有問題 坐牢後發現原來不是你的 對不起也不說聲 可能有些會有些賠償 不過就很恩 說回解放軍 有些網友就這樣說 他說 大家都一國 他講法大家都一國 我們出來 解放軍出來 都要根據什麼程序 一國 阿哥有兩制 所以就有駐軍法 就有基本法 是嗎 第二 就是 他說 那你這些暴徒 弄路障 是嗎 違法的嘛 我們解放軍出來幫你 你說竟然說我違法 你有沒有良心的 這個也是不說法治 我撇開解放軍出來的意圖是什麼 你的意圖可能是好的 客觀地說是好的 他真的想通過一條路 讓香港市民走 他亦對你來說有方便 因為他附近 意圖是好的 但意圖是好的 都要守法 對嗎 好了 守什麼法 自己Google 對不起大陸的網友Google不了 百度也有寫著主軍法 你不明白的話 在哪裡找呢 主軍法第14條寫得很清楚 好嗎 我昨天還覺得很詳細 為何要出來 這是一個形象工程 這個倒路 確實實是令到某些香港人 有很大的怨言 無論你是黃的還是藍的 都不能夠否認這個事實 這是一個事實 出來就做形象工程 第二 解放軍做這件事 為何一定要他 很簡單 賊佬就試沙煲 試水溫 上節山竹的時候我也是這樣說 試一下香港市民的反應是怎樣 上節山竹 爭議沒有那麼大 雖然有人說他也是違反主軍法 爭議沒有那麼大 但這次 如果爭議那麼大 他要說廣道明出來止暴制亂 不過搬尊 OK 清理路障 香港市民 沒有什麼所謂 覺得解放軍幫助我 就像澳門那次 天甲那次 澳門市民是很歡迎解放軍出來 我也有網友我的觀眾 在Facebook有什麼罵我 說你知不知道 他們不出來 我們根本沒有足夠能力 沒有足夠人力去幫他 整個澳門都照顧了 還有瘟疫 他有實際的需要 上次 沒辦法 如果澳門政府不肯做 不肯做 澳門政府也很小 人力也是一個問題 但香港是夠的 現在要試一次 所以有些 民間記者會的朋友說 今天就搬磚 執磚明日就屠城 當然這個標題大家都覺得很嚇人驚 嚇人聽聞 誰人能夠排除這個可能性 如果你的止暴製亂這次是執尊 如果用止暴製亂之名 不單止執尊 可以做很多事情都可以 是不是 誰打前鋒 誰打後衛 跟警方分工合作 有些人說 裡面已經有解放軍 那麼多人講普通話 是不是 有一段影片也出來了 指揮官罵其中一個 便衣的警察說你不配做軍人 那段影片也有些莫名其妙 在哪裡拍 哪裡來 沒有人去 深究 裡面已經有很多 不懂廣東話的 武警 公安 解放軍 無論如何 當然你說現在還跟他說法治 什麼說這些東西 無論如何 無論如何 有法律在 就要根據法律辦事 是要說的 要繼續說下去 所以立法會 當然要問 立法會議員要問 究竟 接下來 你 可以隨隨便便說我出來止暴製亂 這樣的話 例如在理大 現在的長弓防戰 靠旺軍在裡面已經上了次刀 他有沒有需要覺得 我這裡很危險 就走出來 或者粗出來止暴製亂 做多一次 會不會做第二次 大家一定要 看得很緊 深藉口快兩周年 請大家繼續支持我的月定計劃 打開這個網址就看到了 又或者你用這個PayPal繼續付款給我都行 可以用最新的轉數快 用這個號碼 任何銀行戶口都可以轉到數 用PayMe匯豐銀行的 93315439 都可以轉到數 又或者 你用這個 800通的好儀比 同樣一個號碼 都可以 拍照 都可以 如果你想寫劃線支票給我 就寫這個名字 不過不要再寄到數碼 我已經改了地址 九圍馬鞍山郵局郵箱 264號 你要我的銀行或號碼都行 Facebook PM我 請大家繼續支持 深藉口快 兩周年 此時 那 我們 請